疗效五大奇数 我总共 我总共 我有九项 都是五 所以我不好意思写九五 九五的话就是说的太那个了 所以我是说 我没有写九五 那其实 这一点很重要 很多人呢 不会分辨 你这个疗效 的层次 那刚开始不好我们就不用谈了 那可能呢 一般能够治标 就很高兴了 那我们期望的是 治本 可是治本的以后呢 他不是完全好 他可能 只到了痊愈 我们看一个 盲腸病的病患出来了 我们不可能说 你好了吗 你说你痊愈了没有 你讲痊愈 痊愈的意味代表什么 没有啊 所以他会再复发 我们一定要做到 根治 那这就要很大的 解讯 才有办法 所以我们的疗效 我们的开方法则 我们的一定要达到 根治 达到根治的效果 那其实呢 这个我们应用的 有很多种条理 比如说 我们要改善他的症状 我们有生活给他调理 我们用银性调理 我们用能量调理 我们用饮食调理 那我们今天用运动调理 等一下跟他分享的 主要是在运动 透过运动 就可以健身 那其实呢 那其实呢 这个任何 一个好的一个疗法 它会慢慢走向什么 这个 启动自愈力 一定要先启动你的自愈能力 第二个呢 还有呢 最温和的辅导 今天不是很刺激的 今天不是说开刀 那种让你的 然后呢 我们都了解 这个 上工啊 是还没有自慰病 那最主要的是什么 所有的群众 要学会自己管理自己 把自己的健康交给自己 像美国他就 很开放啊 你不要开刀 你不看他会有什么结果 他告诉你 他告诉你 妇女 你那个更年期 你要不要弄痕痕吗 他会跟你评估给你看啊 骨质疏松啊 癌症的风险啊 他就告诉你 让你选择 这时候决定选择在你 我们希望我们一切的决定选择在自己 而不是 在医生 在医生的话 那这个 你就 没办法掌握自己 那其实啊 我们会发现 我们以后啊 我们叫做 我们帮人家治疗 物质是多元化的 包括你的一句话 就可以治疗了人家 一定是多元化 而且呢 是有自主性的管理 一定要走向自主性的管理 而且呢 我们要体认自然的运行法则 什么叫自然的运行法则 生老病死啊 是我们必然的法则 我们不可能违背这个法则 只不过 我们如何 如何 让他活的有意义 这才是我们要的 那最后呢 应该是 我们讲究的就是身心灵的健康 绝对不是只有身体 一个好的一个疗法 一定要谈身心灵 那这就是我这个 这个开关法 开关法的这个 这些的一个 算是我的 宪法 那以后你呢 在人家出了一种疗法 你一定要来看他的 的叙述 他的宪法是什么 如果觉得宪法好 你就去研究 如果根本就没有宪法 就是东抓西抓 那不足让我们 真的去学 那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 我们推广这个东西啊 我们要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团队 那其实你看 我们的美医师 哦 掌声讲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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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陶营来 我们可以提 可以 可以提提 有力量 对不对 那我们的 林明德顾问 他是美国的医师 在美国行医 四十几年 他是 这个我们第九级的学生 这个 哎 我经常在讲哦 其实我们这个 一种疗法要想进步的话 哦 要合作 要合作 哦 那这个 哎 哎 树叶有装功嘛 哦 我我懂的这个 开关疗法 他懂的别种疗法 通电疗法 对不对 我们可以互补啊 互补呢 他对我们的长生 会有帮助的 而不要把他认为自己的财产 哦 那 我刚才弄一段哦 这个 这个丁医师啊 可能很多人没听他讲话 很多人要去美国啊 记得来找我 啊 我就把他的电话给你 你可以去找他 找他做什么 万一很近的话 哦 哎 他肯定比较便宜啊 哦 对不对 而且他不开药了 他从不开药了 哦 他用 全部用铜电疗法 应该是符合我们最温和的一个 一个 一个处理 哦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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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在我 我住的地方 哎 有空到我那边参观 嗯 各自在校王属的演讲 那其他道 呢 方段的区分 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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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尊修的明明的医师 明明的医师跟教授很周边同的地方 第一个人都是台大医学区域的 明明的医师在台西八年 道理所的行为十十年 我发现他们行为的风格很严重 他们都给患者尽量不要开药 而是用针灸跟自然的压法的方式 进入患者之内 我们也有一位叫张叔宗医师 跟明明医师同志应邀 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节目上的课程 都是光明一道 他发现这个东西是很好的东西 当时是要有强大的传助 才能够会诊这样的健康 带来这个私底的帮助 那这个我们呢 他如果要参加我们的这个团队之外 他呢认证我们的复义 那这个本人代表 明俊后康宪开庄宝坊 前生到复义 向两位医师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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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叫到这个明医师 明医师我们的那个部门 对我们的法罪会来 对我们的工作 有什么取取取 还有这个明医的方向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正道 正道就是不是邪的 所谓邪的就是 邪闻 他们做到的方式 就不能把我们本身的这个 这个正义力给它 这个 这个 拨散起来 嗯 嗯 发现出来 其实我们也有这个本能 可是呢 我们因为受到外界的影响 太多了 邀心了 什么 这些东西都很坏了 那那个时候 应该有一个办法 把那个 不好 不良的地方 塞住的地方 给它打开 嗯 门打开的话 自己可以 可以 可以有办法 募募 这个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要 要推广 我觉得 不单级在台湾 而且在美国 其实在美国 很多人是相信 针灸 尤其是 整个国人的共鸣 非常非常 非常 有点 现在美国的共鸣 你也喜欢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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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在 我在美国的时候 他们对针灸很崇拜 那现在有这个 有 有 有这个 高频率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针灸 就是 针灸可以说是 人党 多党 通通把他打开 就回复我们的 这个 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 现在台湾在大陆 非常费过 应该是 呃 这个 美景是 非常非常好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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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 很大的 好 啊 我们可以从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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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他的期许啊 其实等一下看 我们都走出去了 等一下再说 这个 接着让我们台湾做 这个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学者 那 我们用了很多方式 方向他在处理 那 这个 他给我形容什么 他第一 上次做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这给你们做好像 这个 家里住在这个 警备总部的旁边 我说是什么意思啊 哎呀 他说啊 他有个同学 以前住在警备总部旁边 半夜都听到 听到惨叫声了 我说 有这样子吗 然后他又跟我讲 他说 但是呢 痛得很舒服 痛得很舒服 好 那 这个 那今天做呢 他又不用这个名词了 他说我已经在鬼门关了 走过了十九关了 哎呀 这个苦我受得了 你尽量帮我动吧 他的毅力很强 他是一个毅力很强 这个 这个我们让他站起来 因为他的下半身 都出了问题 那个 其实 最近我在做他的时候 我发现 很多癌症 包括 像他这样子 其实 哎 有一个人跟我讲 其实是在他胸椎十一椎出了问题 胸椎十一椎出了问题 我最近 不以为他 可是呢 我把他的病率表一打开 他是十椎十一椎十二椎 那边出问题 所以你们要记得 这个癌症 还有这些 这个瘫痪者 十一椎 可以让你们 有个方向感 把重点摆在这里 这个 推广节省道 这个 我们一定要很简单 那其实我的推广很简单 第一个呢 我有LINE 加入我的LINE 那就可以来推广 第二个呢 我在网路 网路 我的网站 网站 网站就可以去 第三个呢 这个 我们有一个输引会 就像今天 还有十八号 十八号 下个月十八号也有 第三个呢 可以参加我们的课程 你们现在都有一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 多么简单 我稍微打开一下 我们把课程分了 四个项目 第一个 头颈的项目 你看 像头痛 我们这样就解决了 头痛 像我们的肩 像我们的冰冻肩 五十肩 诶 诶 就那么简单 像我们的 这个高方 高方 诶 这几个点就解决了 像我们的脚踝 这是我们的课程 实在是很简单 大家有兴趣 可以预先报名 因为我们呢 我们刚报完这一期 前几天才报完 那我们会 现在 现在我们会看多少人数 我们再来开班 以前是先开办 上次报名了二十几个 结果有九个 千许 让我们租了很大的场地 结果呢 这个空空的 那我现在聪明了 这个先报名 先缴一千块 以前都不用缴钱 大家都不来了 不来了 那我们场地租了 五千多块 一万多块的场地费 我们成本都不够 那我们在11月18号 我这边还有一场 我们来查看开关 好了 这是我们上课的一个情形 会引起我那么大的兴趣啊 其实是经过了这几个临床 包括投入日证 包括那个 把我说了 那我说了